据台湾媒体报道 6月初台电推出节电方案 助商自动需量反应事办方案 通过提供电费扣减等方式 引导用户调整用电习惯 减少高峰用电 简单来说 就是在7月到11月期间 每天下午的2点至10点 当台电电力负载太高时 可以连网关掉民众家中的空调一小时 每天最多两次 每个月最多16次 相关设备全台限额2万台 申办的民众若当月 累计节电量大于2度 将享受固定电费扣减48元新台币 节电量每度10元新台币的优惠 不过申请量至今尚未满额 我应该不会想加入 因为感觉好像有被监控的感觉 现场营业的话 客人他比如说吃饭会用到一半 用到一半的时候突然温度整个改变 那对客人买度也会差距蛮大 实际上来说是蛮困难 对于这个方案 岛内民众普遍不看好 国民党党团今天举行记者会痛批 台经济部门口口声声说台湾不缺电 现在却将省电的脑筋 动到了家庭用户身上 实在太夸张 国民党党团要求赖清德检讨能源政策 让民众能够用电无后顾之忧 实在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你才能够重新从民间的手上把电买回来 你一度电等于台电要花十块钱来买 一直用钱来补 一直欺骗我们百姓 如果真的不缺电 为什么要启动自动断电系统 进入夏季 断电事件在全台上演 但是六月以来 平东 新北 桃园多地就陆续出现停电 影响上万户 然而台经济部门负责人郭志辉 却还声称台湾完全没有缺电 桃园市议员林涛感叹 民进党的意识形态 影响了台湾的用电稳定